欢迎来到金清金山烧 金山烧位于日本东北部的青森县五所川原市 在这里顾客可以观赏四季的景色 金山地区有着广阔的稻田和苹果树 在金山烧不仅卖淘气 还是个可以放松和家人、朋友 享受好时光的天地 金山烧有两层楼的专卖店和餐厅 工作区域有三个工作室 窑场和制作黏土的工作室 金山烧由松公亮澳先生于1985年创立 制作金山烧的黏土来自邻近的大流池 金山烧的商品以不上幼特色闻名 受到1800年神文时代的影响 金山烧开发了两种特殊诱药 苹果绿及雪果白 另一种黑色器皿 使用大量还原技术 是一种罕见的烧制技术 金山烧的商品很多元 有餐具、饰品配件和家庭装饰等商品 金山烧也提供顾客定制 依照客户需求提供设计 专卖店的二楼是艺术家的小天地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大师陶艺家松公亮澳 以及工作室经理 野吕丽莉莎的精美作品 作品是透过血窑烧制而成 在烧制的过程中 木材产生落灰 在作品上形成特殊的纹路 二楼空间还提供了休息的桌椅 在享受咖啡的同时 也享受着岩木山及周边的美景 餐厅位于卖店的对面 房子是由日本传统木工技术建造 餐厅提供自制的窑烤披萨 双麒麟级饮品 金山烧的黏土来自大流池 由松公亮澳先生发现 金山烧自己加工黏土 已经有几十年了 金山烧的产品 都是手工制作的 来自不同的陶艺技术 第一工作是 石膏磨柱浆和手工制作 第二工作是 炫胚成型及陶板制作 石膏磨柱浆和手工制作 第三工作是 拉胚成型及陶药 金山烧有四种不同类型的窑 分别是血窑 灯窑 气窑及柴窑 所有商品大部分是从灯窑 利用木材烧制而成 窑的温度最高可达摄氏1300度 以每小时25度上升 使产品耐用 金山烧使用红松木进行烧制 排窑大约需要医治两天 取决于所用的窑类型 烧窑通过两侧火口 丢入木材 使窑内的温度稳定上升 加入木炭来增加效果和颜色 烧成每个窑式大约需要医治两天的时间 当达到最高温时 加入木炭 完成后 关闭所有火口 继续进行下一个窑式 直到完成最后一个窑式 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 烧制黑色作品的窑 经过还原技术 当达到最高温度时 丢入新鲜砍伐的木材 填满窑室后 关闭所有通风口 透过产生的烟 使作品呈现黑色的光泽 降温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 降温完成后 初遥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 商品进行抛光和品质控管 客人才能感受作品手作的温暖 每年金山梢都会举办春季和秋季祭典 在此期间 顾客可以购买折扣商品 体验手作披萨 游戏还有抽奖活动 金山梢倡导学习和文化交流 无论年龄 性别和国籍 都可以从短期到长期课程 获得培训计划 大约已有180个艺术家 和28个国家参加了这个计划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金山梢的目的 不只保留日本陶艺技术 更要传承日本陶艺文化 金山梢也希望为每一位顾客 提供一个分享快乐的环境 期待与您在金山梢相见